记忆中锦标赛MVP参考小组赛到淘汰赛最多七场比赛 如果都帮给冠军队是否就是记忆中老大冠军奖 韩军量如何呀 因为这确实 记忆中锦标赛的MVP呢 所有都得包含在内 你最后一场比赛你哪怕拿的分多 你比如说啊 胡人队最后一场比赛谁拿分多了 雷迪斯一场下来拿32分 咱们这场呢滑水了 只拿到12分 失误拔的 奴梅呢拿了20分 抢了11个篮板 但是你说记忆中锦标赛MVP会给谁呢 会给雷迪斯或农梅吗 根本不会给 因为农梅虽然有秀 但谁都知道整个胡人之魂呢 还是勒布朗詹姆斯 他早一上场 球队才得以跟热格强队正面抗衡 白手腕 方路端呢詹姆斯也是亲力亲为 起码打在短暂的几场 记忆中锦标赛的比赛当中 詹姆斯攻防一体 完全体下来作为一个领袖 身险士卒的这种老将的勇气 在场上根本是毫不惜力 这个要是这么评奖的话 集中锦标赛 他这个奖项含尽量 他就是更加让我们会给一名NBA球员 他的荣誉体系当中 留足这个奖项的位置了 不光是集中锦标赛的冠军你要拿到 而且集中锦标赛MVP啊 这东西也至关重要 因为他参考的范围很广 他的意义和那个NBA的总决赛FMP 那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因为总决赛那个FMP就强调仅仅是一组新来赛啊 快乐的话就四场比赛 场子太少了 那有时候确实会出现龙套球员引 他参考的并不是一整个赛季 技术在层层推进过程当中 球队当中的最重要意愿 不是这样 所以集中锦标赛MVP这个颇具看点啊 因为你看他这个命名 集中锦标赛MVP包含了之前的小准赛以及淘汰赛 跟总决赛FMP 俩概念 就总决赛七点呢 就是代表不了 就这漫长过程当中 步步是坎 一步迈出 当时你万劫不复 从原有的位置之上就会向下迅速跌落 因为集中锦标赛不就是吗 说过来你没资格参加后续比赛了 这个MVP挺有凡几了啊 他有点类似于NBA版本的长鬼赛MVP和季后赛MVP两者相结合 小组赛相当于长鬼赛 后续每一场淘汰赛相当于季后赛 只是缩略版本 微缩版本 但是他毕竟也是三十字球队 共同角逐的 他采取的这个样本范围还是足够广阔的 就三十字球队嘛 那可不是说单独就咱俩打 三十字球队互相打 这么长的 挺好喊起来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